5月23日 香港民众联企等团体举办名为 23民众大会的网络直播 呼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也继续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让香港社会重回正轨 该场直播邀请了学者 立法会议员 专业人士 普通市民 等就国家安全议题建言 涉港国安立法成为焦点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军瑶表示 全国人大进行涉港国安立法 是走出第一步 香港特区仍有需要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两者是互相贯通的关系 我相信有现在这个行走 人大授权给人大常委 去进行这个香港版本的 国家安全立法之后 走出了这一步 香港自己本身23条会很快做 好像条隧道那样 本来叫你在那里转 你没启动到机器 那这一边就开始转 一路转 所以已经是进行 但是转隧道这个将会相关齐下 两边一起融会贯通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 执委会主席马恩国表示 人大决定提及的涉港国安立法 有四个范畴 没有包括香港基本法第23条 涉及的窃取国家机密等内容 因此香港特区仍有立法空间 香港青年快闪社区清洁大行动 发起人高松杰 知名时事评论员华哥杨关华 和黑超哥等爱国爱港人士 出席了23民众大会 他们表示无论涉港国安立法 还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都是市民所期望的 活动发起人香港民众联系团体召集人赵丽娟表示 希望国家尽快为香港完成国安立法 履行基本法及相关一切法律的义务和责任 这样必然更好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 更有利香港的发展 也必然有利国家的安全 社会安全 有利香港的社会发展 和正常有效的运作 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安全 社会安全 其余香港和平 和希望国家很快地帮我们立法 令到香港光辉繁荣共享 当天直播活动的参与者合唱了国歌 《狮子山下》和《再出发》三首歌曲 据悉有数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 Animated Share riage 덕制作人 展示创 转离 删 后面